历史世界频道 海南岛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表述为解放海南岛 是1950年3月到5月发生于雷州半岛至海南岛的一场战役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中华民国国军 并占领海南岛全岛而告终 岛上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机关迁往台湾省 该战役之后 原中华民国海南特别行政区被改制为海南行政区 并入广东省管辖范围 直至1988年海南省建省 国共内战进入1949年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渡将战役 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在全国范围取得完全优势 中共并随之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四野战军奉命南下 一路是如破竹 至1950年初 中华民国政府除台湾省以外 所完整控制的省级行政区 仅剩下海南特别行政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广东省后 国军残部撤到海南岛约有10万人 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也设在岛上 此时的海南岛上 有冯白居领导的琼崖纵队 仍在坚持和国军进行战斗 1950年3月31日 华南分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东军区 广东省裁委会联合发出 为集中人力物力之穷作战的联合通令 重申 解放海南岛是广东我党政军民 1950年四大任务的首一个任务 渡海作战必须有足够的物资准备 必须有庞大的物力人力支援 使客济世 反广东省党政军民各机关之前的一切作战物资 均应在解放海南岛第一下实行征用 4月19日下午 15兵团命令第40军登岛主力 迅速由林高附近向尘迈方向寄进 其任务是维艰尘迈之首军 命令43军登岛部队前进到黄竹 美庭一线 其任务是歼灭向尘迈增援之国军 同时命令43军坚决抗击由海口 尘迈两个方向的国军反击 并积极寻击兼敌 43军前指当即命令王东宝 宋维是率领127师四个加强营及穷众一步进到美庭 海口之间的凤门岭平顶山地区 担任祖籍海口穷山方向敌人反击的任务 命令128师包围并歼灭黄竹 美庭守军之后与127师并肩阻击增援之国军 4月20日 蒋中正电令薛岳做好撤退台湾准备 并从台湾派出一批军舰 飞机抵达崖县的榆林 万宁的乌厂 感恩的北黎等港口和三亚机场接运 4月21日 薛岳发出全县撤退的命令 4月23日 国军机群从三亚起飞 轰炸海口机场和秀英港 袭击正在向海口挺进的解放军部队 穷纵于当天上午攻占了海口市 寒先楚命令第40军第119师 昼夜兼陈向南追击国军 土炮艇大队从海上开往北离港 截击国军 自己轻率第118师部分兵力成缴获的汽车直奔海口 4月24日 15兵团发出了盛盛追击残敌 迅速占领全海南的命令 解放军分三路 对国军进行追击 东路追击部队第40军第119师和第43军第128师 及穷补衙纵队独立团 沿海口至文昌公路4月23日 金家鸡 乐会 万宁在树德乡四六桥歼灭国军两个营 于25日攻占文昌县城后 直插文昌清兰港 截住了一部阵准备登船撤退的国军 40军与穷纵第三总队 26日攻占加基镇 第三总队留下配合党政组织接管政权 40军则继续向南猛追国军 和东路追击大军一起 于4月30日为奸在榆林三亚集结的国军 西路追击部队 在荣山厂附近登陆的第43军第129师和第127师第380团 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一个加强营 穷纵第一总队第7团 25日由美亭地区出发 沿西县公路京城脉 纳大白沙向北离港巴索港方向猛烈追击 于5月1日在巴索 北离间第4军286师 扶副师长邱国良以下3500人 并扶军舰一艘 此外 还有15艘机帆船从海上直奔巴索 原在单线牵制迷惑国军的穷纵第5总队之四 6团 急速经昌赶赶赴榆林三亚 阻止国军撤退 43军军指在海口 127师主力在海口穷山地区清扫战场 维持秩序 待命激动 127师师长王东宝兼任海口市警备司令 政委宋维市兼任海口市警备政治委员 5月1日解放军攻占海南岛全岛 海南岛战役结束 解放军取得胜利 5月2日之前 共有7万多名海南岛军民 随国军从于临港撤离 从4月17日大军主力登陆至5月1日攻占全岛 14天时间 琼崖纵队配合野战军兼国军33000多人 其中毕伤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 海军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以下5600多人 扶62军副军长韩朝以下24800人 投降1500多人 击毁国军飞机两架 缴获四架 击毁国军军舰两艘 集成一艘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